外松员身穿短袖短裤 还加上防晒袖套才上工 17日上午里头恰夹夹夹夹 西半部地区高温上看32到34度 但气象局试景18日白天会更热 整个西半部都可以来到34到35度 而东半部地区的温度也会上升 大致上整体在31到33度 气象局提醒这两天外出 得做好防晒准备并补充水分 严防热伤害 也别忘了攜带雨具 因为受到封面接近影响 周四要下雨了 随着封面接近之后 明天的晚上开始 整个西半部地区降雨的状况 就会明显的提升 那降雨几率也会变高 根据降雨预报 18日封面接近时 西半部首当其冲 局部会出现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后两天影响最明显 各地都要留意局部震雨或雷雨 整体水汽会在21日减少 但要注意的是 后面还有另外一波封面逐渐接近 移动性的封面一波一波通过 后续整个西南风 什么时候才能真的 为台湾附近带来 比较有滞留性这样的状况 都还必须要再观察 气象局长郑明殿 也透过脸书发文 明明进入梅雨季 但感觉似有若无 并分析南海下季风 指标异常偏弱 梅雨封面断断续续 组织性很弱 将雨记录勉强达标 但持续性不足 看来是遇到了梅雨一长年 至于对南部水情是否有帮助 气象局表示得持续观察 后续雨势是否有下在集水区 但多少有些许帮助 静新闻草生事又为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 静新闻 搅担心 水 水 感谢观看